被信弃义者 他们会想尽办法 抓住每一次的机会 就是通过毁坏别人的形象 跟声誉来提升自己的利益 举个例子 可能你只是单纯的 抱怨老板 或者是主管给你太多的工作 这个是要你套话的 不是要你真的去抱怨 但是听在小人的耳里 他就会趁机到 管理层那边打小报告了 另外一个 就是不管是不是你引发的问题 这些小人都会先给你 安一个罪名 嫁祸于你的小人 要怎么去应对呢 对人我感觉有适当的怀疑 在职场上说话 做事都要保持警惕的 以免被小人 抓住任何的把柄的时候 趁机大作文章 毁了你的名誉 还有你的前途 爱从自己开始 我的更精彩 且心且珍惜 爱人爱情 打算 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